美国特勤局、华盛顿特区消防局等部门证实 2月25日下午,一名男子在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外自焚 男子已被送往地区医院,情况危殆 警方和特勤局仍在调查事件,暂未公布伤者身份及动机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网上流传一段视频显示,自焚男子身穿迷彩制服 在火光中高喊解放巴勒斯坦,并自称是现役美国空军成员 空军发言人称,还未确认该名男子身份 据报道,男子身上的火烧了约一分钟,由执法部门扑灭 英国禁报报道,有消息指,自焚者事前曾向媒体发电邮 称行动为抗议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,并会在Twitch上进行直播 警方表示,爆炸物处理小组,事后曾被派往现场 处理可能与该人有关的可疑车辆,但未发现任何危险品 以色列大使馆发表声明表示,2月25日下午1点左右 一名男子在大使馆外自焚,随后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该名男子身份不明,没有使馆,工作人员受伤 去年12月,一名清巴勒斯坦抗议者也在以色列驻亚特兰大 Atlanta领事馆外自焚